Zither Harp 哈啰 大家好 OK 今天呢 我们这一集呢 就是要去探索 镇江和甲冻的美食 然后因为最近哦 我一直滑到这里的美食超级多 真的是很想吃 所以今天就安排 我们的第一站现在是在镇江的 不懂哪里 就是去吃咖喱糯米 听说是很好吃的 我们现在要去进去了 因为我们刚才经过是超级多人的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Let's go OK 我们的第一站就是 在这个郑江美食中心 吃这个大鹅仔的咖喱麵 然后它其实出名的是那个糯米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咖喱麵 试试试试 哎呀 这个是小的 这个很多一下来 喝一口汤先 哇 很咖喱味 它不像那个关蛋的 关蛋是野香嘛 它是咖喱很香 它那个猪鼻很团米啊 这个是什么 猪肚啊 它咖喱没有猪肚啊 猪肚有点腥 猪肚还是放鲎百胡杯好吃 这个是主角 像露嘴咧皮 它味道很特别 咖喱咧皮你也吃过哦 它吃不出有咖喱咧皮的 然后然后也吃不出有肉的 可是它就是有自己的味道 加起来就是自己的味道 它就是不会偏牛那里 也不会偏胖咧皮 这就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我不рам familiar 这碗应该是7块,那个碗是8块 然后加起来两碗是15块 OK,我们已经吃饱了 总结来讲,这个招牌咖喱肉饼是非常好吃的 也是很特别,尤其它那个炸蛋 炸蛋里面好像有肉碎的 吃到好像有肉的味道啦 可是我们不是很确定的 然后它的那个肉饼也是很Q弹 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后它的咖喱饼也是不错 就是咖喱饼跟咖喱肉饼都不错 OK,大家,我是蛮推荐的,大家可以来啦 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下一站就是去喝咖啡 OK,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Fu Fii 辣市 它这里的装饰是蛮漂亮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叫了一个越南鸡蛋 set 还有另外点了一个菠萝包 我来吃这个菠萝包 有菠萝包软软的哦 它不是脆脆的,软软的 它就是很像那种普通买白面包的味道啊 通常都不是菠萝包啊 吐槽一下 OK,我要吃这个越南鸡蛋 然后它下面是火爆蛋来的 然后就放几个菇 然后Bacon 这个应该是猪肉碎,然后Hot Dog 这是什么我吃看的,应该是洋葱 嗯,洋葱来的 我第一次看这个东西耶 越南鸡蛋 它这个火爆蛋就是普通火爆蛋的味道 然后你就加了它这些配料哦 加上去哦 就变得很香去,那个鸡蛋 这个好吃耶 不会很甜,因为我刚才讲少甜嘛 所以的味道是不会很甜 嗯... 嗯... 不是说很好喝,又不是说不好喝啦 就是说韵用的味道不够韵用了 我们来吃这一张就是 肥宅满海鲜饭店里面卖的杂树 然后吃这个是芋头冰 它这个芋头味很香耶 还有一个是细米露 细米露没味道了 它有卖非常多口味的冰啊 有芒果啊,哈密瓜啊 然后我们叫的这是芋头 是它蛮多人推荐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吃到下面了哦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它下面就没有味道了 可是它厉害是它的芋头是一块一块给啦 我们叫的这碗芋头西米露是10块钱 大家值得不觉得值得呢? OK 又是在车吃东西的时间 我们每一集好像都在车吃东西 我们该吃那个冰然后它的对面就有卖一个炸物 就是炸年糕那些 然后我们就去买了三件 我们来试试一下 好好吃哦这个 它里面是年糕 然后它外面是那个番薯 我吃了这个 它这个是三粒 五块钱 然后我们的这一盏是吃芋头盖饭 然后我们叫的小的 小的是九块 九块半 我们的芋头盖饭到了 哇 九块半小的这么多 可是很好吃的 还有鸡肉 我吃了鸡肉 应该也是有咸鱼的 来我们吃看一下那边 哎 蛮好吃耶 如果还要放多一点那个胡椒 如果胡椒味重一点的话会更好 好像比较 偏清淡一点的芋头盖饭 可是我觉得味道是 还可以接受的饭 好热啊今天天气 OK 我们现在有碗鸟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吃鱼豆米粉 我说好热啊 枕头头是汗 OK 我们现在去到那边 再见啦 我的热到不容易我自己再见 我们的晚餐就在这个国姓这边解决 我们的晚餐就在这个国姓这边解决 国姓这边呢 它是出名吃鱼的 然后我们就叫了一个鱼头卖鱼 好像很正这样 这个是两人生的 它的面很QQ这样的感觉哦 然后还有这个是老板娘介绍的 Kyong Mak Kyong Kong 这个汤 好像很好溜耶 我先吃啦 先喝下的汤 很像那个 它那个奶香味很重耶 好吃耶 诶 这个很推荐耶 很好吃耶 然后蒸了汤的鱼肉 吃一口 大家吃一口 当我们逐渐逐渐在喝这个汤的时候 我们发现哪个熟悉的味道 就是那个Galaponara的味道 我们竟然吃到 不然里面是放了什么 应该是那个Galim 它们放的 不知道耶 就很熟悉的那个味道 然后而且它这个是没有放过很久的 它没有那个酒味着的味道 所以我要来吃这个老板娘介绍的 叫 Kyong Kyong Mak Kyong Kong 蛮香的 很有那个我可以的 然后我们Google了一下 这个Hung Mak Hung Mak Hung Kong 叫做Yom Mak 就是Yom Mak 可是它这个比较脆 很香 等下我再跟大家揭晓一下 这一场吃老甜 我们也不懂 我们也不懂家庭 但是它的鱼头蜜 真的是很好吃 它的面不会煮到太软 就是适中 然后压来就很弹牙 这样子 很有口感 然后鱼也不会很鲜 很好吃啊 OK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的鱼鱼头麦 那鱼头麦总结来讲是不错吃 它是味道是蛮好的 可是有一点小贵啦 可能是因为那个菜现在全部起价了 刚我们吃那一餐是43块 那个鱼头麦一个胃15块 所以我们两家两个位就30块 然后加那个菜 那个菜是12块 然后两杯雪茶 我们总共吃了43块两个人 我们的现在的最后一站 真的是最后一站了 我们真的是吃到 顶到那个鱼头这边来了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去吃 我们等了20分钟的台式炸饼 这个是一碗7块半的豆花炸饼 超多料的叻 有西米露啦 然后有珍珠 有鱼头麦 欸很好吃耶 它不输Snowflake哦 不输Snowflake 好吃耶 吃看它的鱼头麦会不会很软 它不够SnowflakeQ彈 可是它味道是算OK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这边try 然后直接可以在这边吃晚餐 真的是超容易吃而且很香啦 会不会很甜那一种 它就是豆浆味很香 很棒 OK哦 然后我们的Gerbong 美食之旅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